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 你們好 外語飛 又回來時事觀察的時間 今集仍然是講香港的事 香港動亂在上星期 已經正式超過100天 有傳媒就出了圖片資料集 用分多鐘回顧100天的打閘燒日子 在沒有秩序的日子中 我聽到堅守崗位四個字就會很感動 今集就講一下堅守崗位的打工仔 講一下他們的情況和心聲 為他們打氣以及向他們致謝意 今集講香港地鐵公司的員工 在動亂中不太可以隨便放假的 除了警察就是服務性行業和公共服務業的人員 港鐵員工是其中之一 不知道那些暴徒是否有高人指點 知道機管局和香港鐵路公司是按條文成立的 在機場和港鐵範圍內的基本秩序 是由他們按附例做第一層的維護者 以至最近很多人跳閘不給錢 竟然不是形同偷野的犯法 要由地鐵票控才可以懲罰他們 好像這樣的體制結構其實很有問題 政府和警方竟然是有些遍佈市中心的地方 地鐵站竟然是不完全屬於警方和政府的管理範圍 真是極之離奇的設計 我不知道這樣的體制結構 如何與時並進去應付可能存在的恐怖襲擊 香港一些隱蔽的結構性缺陷和一些很脆弱的地方 在六月之亂至到現在就暴露得幾徹底下了 在這100天內港鐵員工很不易做 為了不影響市民上班上學 鐵路前線員工在極大的壓力和安全威脅之下堅守崗位 站內的人員在部分衝突裡面 就被一些真假市民當作出氣袋那樣無理指罵 又經常被捏造的事實和荒謬的問題刁難 不止的不少人還遭網絡起底 在網上被欺凌 情況與警察有點相似 這些行為在8月下旬變本加厲 以8月20日晚為例 地鐵太古站發生真假市民圍堵、辱罵、欺凌、港鐵站的職員 當值的人員被他們圍和辱罵了6小時 真是令人震驚和痛心 震驚和痛心的是真假市民的水平和質素 而香港竟然存在這樣的一批人 而特首林鄭月娥9月4日已經明確表示會撤回條例 不過黑衣集團沒有停止惡行 當日在保林站他們用黑社會的手法圍堵和襲擊一名車長 等會再說這件事 黑衣集團有多醜陋呢? 我想地鐵維修員是做一清二楚的 那些暴徒用鹹水即帶鹽份的水去射地鐵設施 又用鹽水浸泡那張入閘卡 又或者擠一些蕃茄醬在上面 等入閘機的內部機件被鹽份腐蝕 地鐵維修人員就有機會看到黑衣集團多麼幼稚 和心腸有多壞 有關地鐵維修人員的工作 香港媒體很少詳細報導的 今集引用的兩則資料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傳媒 先說廣州日報的一篇報導 那篇報導叫做 暴徒把強水汽油彈擠進港鐵車站 他英勇做了一件事狂讚 被訪者叫做老智新 是銅鑼灣港鐵站維修人員 同時是香港鐵路員工總會理事長 老智新已經在港鐵工作了32年 港鐵在過去三個月經常被肆意破壞 但是第二早上就可以恢復正常運作 當中就是因為有他們加班加點地做維修工作 暴徒破壞港鐵的手法真是花樣百出的 在關閉地鐵站那一刻 老智新和他的同事立即開工 以8月31日即831日的晚上為例 港鐵有幾十個地鐵站被破壞 老智新當晚負責的是銅鑼灣站 那個站有五十部閉路電視 大概一半被破壞 又噴漆又撼爛撼彎 五十部之中知道有半數受損 就是由老智新和同事 逐步閉路電視檢查出來的結果 831日當晚的銅鑼灣站 他們人手比平時多一倍 平時六個人值班那晚就十二個 但是發覺不夠 就要從其他站和線路調些同事過來幫忙 破壞得沒那麼爛的那些站 就幫被打得很爛的那些站 他們不是自己的那個站 情況簡單做完事就收工 老智新說 幸好車站的兄弟同心 甘願臨時被調去開工 才保障到第二天車站正常運作 8月31日晚 老智新和同事很忙碌地走來走去 做完一樣就做第二樣 將被破壞的售票機、集機、閉路電視、空調、電線等等 一一檢查和維修好 查零件、紮電線、換鏡頭 整晚沒停過手 救不回的那些就要整個部件更換 暴徒的破壞是瘋狂的 如果不是他們夠專業和熟手 例如平均五分鐘去處理一部閉路電視 根本是很難完成工作的 老智新說 在最近的一個月內 他比平時多開了三晚通宵 不要忘記維修額外的破壞之外 正常的維修保養工作 他們照舊要按規定的時間完成的 地鐵維修人員在過去的一個月 比平日多做了二十至三十小時 所以如果有維修人員的子女 他們是暴徒 他們傷心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老智新維修的是被破壞的物件 對服務港鐵三十一年的麥培東而言 他與同事的工種是直接面對乘客 他們見到的破壞是人的心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麥培東平日主要是與乘客溝通 解決乘客的問題 他敬業爭業 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不過近幾個月發生的事 完全超乎他意料 麥培東的心情被衝擊到什麼程度呢? 他在接受中國新聞網訪問 談及暴力事件的時候 他控制不住情緒 每次想開口的時候就吞煙了 要喝幾口水才勉強平靜情緒開始說話 麥培東有幾個觀點表達得非常深刻 很值得廣泛報道 麥培東說香港有地鐵到現在已經三代人了 如果加上九鐵一共是幾代人 他說很辛苦去建立一個國際品牌 而這個國際品牌不是你自己說的 是得到世界供應的 這個不只是他們鐵路從業園的光榮 也是香港每一位市民的光榮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我們親手打爛他 講到9月4日寶林站 有車長被打的事件 原來那位車長 當日應該是去探望他太太的 因為他太太之前在寶林站 因為保護一個被示威者衝擊的女乘客 而受了傷 怎料這次輪到他自己去探望太太的時候 被人圍和襲擊 那位站長現在有心理陰影 不敢出現在公眾面前 麥培東對車長被圍和打的內心衝擊 說得非常深刻 他說這些示威者是蓄意的 幾個人圍著你 一邊圍一邊有人拍下他 他們是有計劃的 要將整個羞辱你的過程 擺上網公開 將傷害再放大 從而達到威嚇的效果 這些所作所為 令所有港鐵同事心裡都很不舒服 麥培東承認 在同類事件發生幾次之後 連他自己的內心都有陰影 工作起來提心吊膽 因為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衝擊到你 這些衝突 不是因為誤會或摩擦而發生的 是專門找你麻煩 我很明白 麥培東的沮喪 不是來自加班加點或辛苦 是是非價值觀被衝擊 情況有點像警察 是價值觀受到挑戰 麥培東說 在入職訓練的時候 被清楚地告知 不買票入閘 是嚴重違反港鐵附例 但是現在這些法規 似乎已經沒有效 不僅如此 執法的還沒有批鬥 說到這裡 他又再難以控制情緒 他聲線有點不穩定 他說 我們香港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麥培東在受訪問之前 聽同事分享他們的經驗 有同事就遇見 有年輕人 又是跳襲投票 他就上前阻止 而接下來 不是那個投票的人衝擊他 是旁邊的乘客 集體指罵他 說他是殺人犯的幫兇 那位同事和麥培東說 他當時覺得很孤立 他做的是一件十幾年來 都是這樣執行的職務 他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照做 會被人辱罵 好吧 時間關係 我今集 只可以說這麼多 節目結束前 總結 香港六月之亂 之所以得人害怕 和令人心痛 不只是那些行為很暴力 更加重要的是 有人用群眾運動的方式 集體欺凌的手段 去扭曲大是大非 當然 現在出現了一些真假街坊 真假市民的 我在這裡再一次提醒大家 這一場是持久戰來的 因為部分問題出在香港人本身身上 哪怕只是當中的三分一人 但不要忘記 各種歪理有人選擇相信 各種暴行有人選擇跟從 於是在這裡 我帶著擔心和關心 希望香港市民用盡方法好好保護自己 此外 有心的傳媒 要給多些真正的基層市民發聲 而且是發深入之聲 不是泛泛之談或者只是表態 亦都給各行各業的打工仔 講一下自己的感受 這種做法 其實是止暴制亂的方法之一 因為他們發自生活感受的聲音 我認為很有力量 亦都很實在 香港現在太魔幻了 太虛了 要用打工仔和基層很實正的聲音 做壓倉石 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好了 第一集先說到這裡 我是余飛 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再見